新北市中和區發生一起車輛故障事件 畫面中可以看到車輛行駛在車道上 前方還有一臺汽車 但前方不遠處 卻突然出現濃濃白煙 前方車輛看到後連忙放慢車速 趕緊往路邊靠 再接近一看 發現一臺大型的連結車停在前方 車身後方冒出濃濃白煙 幾乎要將整條車道給遮住 駕駛發現後連忙放慢車速 從旁邊經過 但還是被濃濃白煙籠罩 視線全被遮住 駕駛眼前一片雾茫茫 一點路況都看不見 相當危險 過了一下子穿過濃霧後 駕駛發現疑似發生故障的 是一臺大型的連結車 上頭還載著許多車輛 不少駕駛穿過濃濃白煙後 停在路邊關心狀況 誇張事故發生在十四號傍晚 五點多新北市中和區 連結車的渦輪疑似發生故障停在路中央 還從車身冒出濃濃白煙 冒車白煙一度將後方車輛車道 視線遮蔽 所信駕駛即時逃生 而故障事件也沒有進一步造成車禍 沒有釀成人員傷亡 但針對連結車駕駛違規行為 警方還要調查